我們上看到的就是 內力高中今天的先發投手黃曼玲 身高 江直樹 這個施政哥你知道江直樹是誰嗎 所以他現在被三陣了 他是這個當年偶像劇裡面的男主角 他也是可以到一班學校來參加黑豹期 揮棒落空 一上來就三陣 對一上來黃曼玲就靠著三個球 抓到了這個半局的第一個出局數 都沒有確實接鋪 所以二壘的跑者藉由這球來上到三壘 對 所以是一個比賽進行中 兩好球這個時候揮棒落空 遭到了黃曼玲的三陣 雖然他中間是有隊友接手過 對不過因為他還是回到場上 三陣啦 三陣啦揮棒落空 好球啦 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好球啦 好球啦 先幾K了 應該要準備了 然後兩壞 哇 孫家勇追打了這個偏打者 外側的壞球 遭到了黃曼玲的三陣 投手是 頭不準的情況就會很麻煩 對孟建華打第一個球 哇 游擊傷空飛球遭到了結殺 哇 這個還沒回去 哇 贏了 回一壘 哇 這是一個再見的大波play 哇 孟建華的這個飛球 哇 黃曼玲這一棒 來了 左半邊 哇 落地真的是一隻安打了 哇 黃曼玲這場比賽的第一隻安打也出現了 真的喔 今天這個 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黃曼玲跟黃曉潔這兩隻安打 我講真的 這種安打 就是教練喜歡的安打 是打的都比一些男生的安打更紮實 更紮實 然後更漂亮 對 好的仰角 好的這個角度 都是打網喔 嗯 他說在投手球上感覺就是非常地崇高 非常地巨大的一個感覺 嗯 感覺很強的感覺 很強的感覺 然後情緒感覺是非常鬥智非常強 這樣的一個選手 嗯 楽しみです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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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說在休息室就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 對 對 他說還有就是很聰明 還有就是說跟他的應對都很有禮貌 然後很很老實很認真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小孩子 他對他未來非常期待 嗯 對 我有問他那個啊 我剛剛在外面聊跟他聊天 然後 因為他 我第一次跟他我很緊張 因為他 他很高 然後他就 就是 大家的偶像 我很緊張 我就不太敢跟他講話 但是我剛剛在裡面 我有跟他聊天 就是我問他說 他之前打那個王建民 楊建民以前賣的球 在那個巨蛋 在UBC那裡 他跟我說建民神敗球很厲害 就是二封線那個 神卡球 很重